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一合一探店 今天我们是来到了北京广通一气丰田四爱店 给大家来看丰田的威尔法 看着阿尔法在豪华MPV里横行霸道 所以一气丰田就引用了他的兄弟车型威尔法 他一共有三个配置 豪华版售价81.9万 中贵版售价87万 还有一个黑金限量版是87.3万元 我相信买这款车型的人一定会直接选择高配 毕竟都这个身份了 谁会差这五万块钱呢 我们首先还是先来看外观 车头大面积度过装饰 简直是好到不行 甚至你都可以在上面照镜子了 高耸的前辆气场是相当的强大 灯组部分上部分是远近光灯 下半部分是日间行车灯 以及转向灯 我们可以看到 它采用的是一个淡蓝色的车标 就证明它是一个混动的版本 3.5升VU的方向机没有引入 它引入的是一个2.5升双起的这么一个动物 整个威尔法的前辆就像是一个机甲战士一样科幻 车身侧面它的车长接近5米 轴距达到了3米 那B柱的这个设计是它的点睛之笔 也是威尔法与阿尔法的标志性设计 那上方镀铬装饰条也进一步突典出了豪华感 那第二排的电动侧滑门是必须的 这样才能体现出第二排乘客的尊贵感 那轮毂呢它是采用这种多条幅的枪灰色的造型 那它的样式是跟雷克拉斯LM是相同的 那这看着就是比较贵的 不过它的尺寸仅仅有17寸 的确是比较小的 不过考虑到这个车型的定位 就是为了照顾后排的乘客的 如果增加龙骨的尺寸 后排的输入性势必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大家看到威尔法的车高了吗 我的身高是180 现在目前市面上比我身高 能要高出于车型已经不多了 那虽然它的车身尺寸很长 但是一点都不臃肿 就像个游艇一样慢慢的先走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车身的尾部 来到尾部呢 威尔法同样采用了大面积的度过装饰 那与阿尔法不同呢 就是它使用这种菱形格式的尾灯 非常的有辨认度 而且它是散发出那种粉粉的光啊 很有魅惑感 那上方还有个尺寸非常夸张的大尾翼 那么这么大的一款车型 后面的雷达影像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打开后备箱 电动尾门 必须的 而且它的开口非常的巨大 地台高度也是相当的低 就像坐在一个凳子上一样 那第三排的座椅是它的一个亮点 它可以不用的时候放在两侧固定好 那这个就是四人独享 如果第三排需要使用 那它可以立起来 收入乘坐 而且它的乘坐的输入性 也要比普通的MPV输入性要更好 然后内饰呢 内饰呢 没事我就想盘一盘的 并且还有翻盘的加热啊 自身巡航啊 这些通通都给你配置到了 预表呢是丰田混动系统 标准的一个设计 功能上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都2021年了 上个月经的不过分吧 中控是一个尺寸非常大的中控屏 但是它的UI界面以及显示的细腻效果 跟现在的车型相比简直是差太多了 那左侧呢是一些功能按键 像是车两侧的电影滑门的开关 以及前排座椅的角度调节 那即使是司机位啊 它也有前排的座椅的通风加热 而且还有17个GoBR的影响 作为司机这待遇真的是一点都不畅 来到后排啊 它是Virifal的核心所在 两张航空座椅啊 不论是椅形宽度以及舒适度 都相当的不错 而且它还有腿托 以及靠背的调节啊 闻度完全可以在这里躺平 而且后排车点还有个大天窗 以及氛围灯 颜色呢就按自己心情来调就好了 并且呢 它这里还有一个隐藏式的小桌板 你也可以在这里临时办公 所以呢 Virifal又被誉为 陆地移动工舱 这可不是白叫的 而且啊 后排还有一个手动的遮阳帘 以及GoBR的音响 还有一个很大的储物格 那坐在Virifal的后排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很多啊 明星大佬啊 都想买一台 这么一个车型 作为移动出行办公的首选了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各方面坐的相当到位 至于动力呢 不再是3.5升V6的方向机了 而是换成了2.5升双停动力 这达马力呢 是211匹啊 动力的确不暴躁 即使啊 它是一款百万豪车 当然啊 作为一款保姆车来说 舒适性低位的百公里加速 不重要 在名气上啊 丰田的Alpha明显要更大一些 毕竟之前 它是明星的专属车型 但是丰田的Virifal也并不差 那在Virifal出现之前 Alpha也是加价几十万 那在Virifal出现之后啊 Alpha也是有所收敛 不像之前加那么多了 那所以呢 能打败丰田的啊 只有丰田他自己 那些冲击高端 PV市场呢 完全对他购不成任何的威胁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一推一探店 我是盛龙 咱们下期再见